知名电视剧的艺人秦阳 最近几年投身在社会公益 他6月4号晚间率领20多位的艺人 到玉里镇的艺文中心举办了慈善公益晚会 以认购办桌方式宴请镇内 有将近300位的弱势族群一起来用餐 玉里镇长龚文俊到场加码证明 共同来关怀社会弱势 以往大多是以反拍角色 出现在电视剧的知名艺人秦阳 投身社会公益不遗余力 4号晚间率领旗下艺人 前进玉里艺文活动中心 进行慈善公益演出 除了歌舞魔术等精彩的表演以及摸彩之外 这一场公益晚会活动也以认购办桌的方式洗开36桌来宴请镇内将近300多位的慈善机构团体以及弱势族群共参同乐 一人秦阳也万分感谢玉里镇公所的协助提供优势的场地 也特别到场之役的玉里镇长龚文俊 也敢配艺人关怀社会公益的精神 也特别加码证明来响应社会公益 获得全场高度肯定 从两年前的疫情一直到去年的0918的地震 一直以来可以讲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有压力 那么他们适时了带来了温暖 不但表演节目给大家看 然后也准备了募集了一些这些美食佳肴 来给各位分享 更募集了不少的摩采品 这场慈善公益晚会 艺人们轮班上台歌舞表演 热闹的摩采活动也让大家共享美食 享宴之余 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欢乐的夜晚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然后做表演节目